各位先生 早上好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最近西文弟兄和陳翔傳道 都在主學教了一堂 與屬靈恩賜有關的課 最近西文弟兄和陳祥全道 在主學學講了一堂 與屬靈恩賜有關的課 那我問大家一個 至少我自己覺得是 蠻有趣的一個題目 我問大家一個 至少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問問大家哪一個屬靈恩賜 你只能用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問問有哪個屬靈恩賜 我們只能用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要猜一猜 哪一個恩賜只能用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我們可以一起猜猜 有哪個恩賜我們用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你們猜猜 看下一個問題 有人猜到了 我們看下一個聲 是欣道 英文就叫 就是殉道 英文叫做 那可能你覺得 你在開玩笑嗎 可能你們覺得 衛律師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竟然有那個 殉道之障 一個是叫恩賜的嗎 竟然會有殉道 這樣一個恩賜的嗎 今天我讀 哥林多前書 第十三章的第三節 請聽我讀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第三節 我若將所有的洲際窮人又捨幾聲叫人焚燒 就是 Deliver up my body to be burned 一直叫人焚燒 叫人焚燒 Isso就是 Deliver up my body to be burned 那一般人稱這個叫尋導的恩賜 一般人稱這個叫尋導的恩賜 我們在座有沒有有這樣的恩賜 我們在座有沒有偶像有這樣的恩賜 感謝誰我也沒有 感謝神我也都沒有 最少我上次做這個屬靈恩賜的測試的時候說我沒有 至少我上一次做這個屬靈恩賜的測試的時候至少我沒有 以後有沒有無聊的了 之後有沒有就不知道 今天的題目叫認識第一個尋導者 今天的叫做第一 認識第一個新導者 那我相信這個題目應該對大家不會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嗎 我相信今天的這個題目應該對大家來說不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題目 是嗎 是嗎 我想沒有人很興奮我等著要使用這個恩賜 我學習怎麼樣去應用到這個尋導的恩賜 我相信應該沒有的是嗎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等著我 我好想要這個恩賜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不要嘗試 是看那個故事有沒有這個屬靈的恩賜 我希望大兄姐不必要復師去嘗試一下 有沒有這個屬靈恩賜 是嗎 所以希望等於會講到的時候 你們不會扔雞蛋啊 也不會扔石頭啊 你們把我那個太武鋪 我們會馬上會駛過來 所以一會結束之後 大家不要扔雞蛋啊 扔石頭啊 看看我有沒有這個心動的恩賜 那上次講到我們提到所有的門徒都被抓了 上天我們提到十二個使徒都被人抓了 那次呢 天使就在夜間把他們都救出來 但是呢 天使在夜間就會把他們都救出來的 後來呢 他們再一次被帶到那個工會面前 後來他們就再一次被帶到這個工會面前 彼得回答的時候 彼得回答的時候 都講了很多 其實也講了一篇道 就講了很多 其實都講了一篇道 之後呢 那個工會的人聽見呢 都急起那個惱怒 最後工會的人聽到之後就很生氣 想要殺了他們 想要殺了他們 但是呢 感謝神 但是呢 有一個人叫加瑪烈的為他們解困了 就有一位叫加瑪烈的為他們解圍了 今天我們繼續從那個使徒學傳第六章開始來看 今天我們繼續在這個使徒行轉的第六章去繼續看 應該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 應該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 這次真是需要為我禱告的 就需要為我去報告了 很少很少 會講那個講到有那麼多的經節的 很少很少會講到那麼多的經節 用兩節的經文看一個人物 用兩節的經文去講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他就叫史提反 這個人物叫做斯提反 首先就看看這個斯提反 他出現之前的一些背景 在第六章的第一節 在第六章的第一節 就是那時門徒增多 那時門徒增多 那時是什麼時候呢 那時是什麼時候呢 當然就是當那個師徒被釋放之後 當然就是當十二個師徒被釋放的時候 他們繼續不斷地為主作見證 他們繼續不住地為主作見證 教會的人數不斷在增多 教會的人數不斷地增加 最少我之前讀的都是這樣做我看的 至少我之前讀到的就是這樣去看的 那不曉得為什麼這次看的時候 我發覺有些之前我沒留意到的 那請聽我讀那個第五章的十四節 請聽我讀第五章的十四節 也就是上次提到那個教會的人數的增長 也是上一次提到的教會的人數的增長 在第五章的十四節說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天 在第五章的十四節說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天 而英文就是 And more than ever the believers were added to the Lord 英文就是 And more than ever the believers were added to the Lord 直接的意思就是 信徒被增添 所以我們英文叫做這個Passive Voice 而第六章的第一節說是 而第六章的第一節說是 門徒增多 英文就是 Disciples were increasing 一就是門徒增多 英文就是 Decrisal race Inclusion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看到 最少有兩個很明顯的差別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兩個差別 請看下一張圖 分別的第一就是用信徒跟門徒的分別 第一就是信徒和門徒的分別 英文就是believers和disciples的分別 英文就是believers和disciples的分別 第二就是被增添和被增添的分別 第二就是增添和增多的分別 英文就是被增添和被增添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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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很自然就問了 如果路家使用了不同的用語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好像我就會問路家使用這些不同的用語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也許給大家多一點時間來思想 或者給大家多一點時間去思想 那我繼續為大家讀第六章第七節 讓我們繼續為大家讀第六章第七節 他說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珍的聖多 也有許多祭師信從這道 他說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珍的聖多 也有許多祭師信從了這道 那路家這一次提到 The disciples continue to increase 就是聖徒繼續加珍 路家再一次提到就是 The disciples continue to increase 就是門徒繼續去增多 我在說之前 其實路家都是用信徒的 但是從第六章的第一節 就講到是門徒的增加 之前都是講信徒的 但是到第六章的第一節 就變成門徒去增加 另外我覺得也是蠻有興趣的 這個我都覺得很有趣的 路家指明他們是在耶路撒冷的門徒 路家指明他們是在耶路撒冷的門徒 那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我就問自己 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我就問自己 難道還有其他地方還有門徒嗎 難道在其他地方還有門徒嗎 那我們都知道這些門徒都在耶路撒冷 我們都知道這些門徒都在耶路撒冷 那為什麼路家又可以告訴我們這些人 這些民徒都在耶路撒冷呢 為什麼路家又很刻意去告訴我們這些門徒 是在耶路撒冷呢 我覺得 也許大家 我也鼓勵大家在為這個題目再思考 也都建議大家和鼓勵大家為這個題目去思考 但是我真是覺得路家其實在暗示 我覺得這個路家是在暗示 至少以我的了解是路家的暗示 那個教會所有的活動只在耶路撒冷 至少覺得路家在暗示 教會的所有活動都只是在耶路撒冷 甚至根本就沒有任何外展的意思 甚至沒有暗示到任何可以外展的意思 還記得上個禮拜用的那張圖嗎 就是主耶穌的吩咐 亞當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前地 撒馬利亞一直到地極 就是由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 到撒馬利亞到地極 所以把這些資料都加起來的時候 所以好像將這些資料加起來的時候 路家好像又在暗示 路家好像又在暗示 信徒增添的人數越來越少 信徒增添的人數越來越少 教會變得越來越內向 教會又變得越來越內向 第一說原來那些都是信徒的 現在都變成門徒了 即是說以前那些信徒 現在都變成門徒了 教會你們所有的精神都自力 要使之前的信徒成為門徒 教會都自力將之前的信徒變成門徒 這段我讀的時候 好像就聽到路家在說 It's time 就是時間直接已經到了 始終我讀的時候 現在好像在暗示 It's time 即是時間已經到了 那麼 怎麼樣 什麼事情發生 才能驅使到教會 從耶路撒冷到其他地方為主做見證呢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容許我講 現在在美國很多的教會 包括我們的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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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面對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是面對這樣的情況 內向 很內向 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放在教會的四道牆裡面 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放在教會的四道牆裡面 我希望今天這個信息 透過《使徒行轉》第六章和第七章 透過《使徒行轉》第六章和第七章 我們可以一起來找個答案 我們可以一起去找到這個答案 《使徒行轉》第六章和第七章 共有74節的經文 所以在有限的時間 我不可能就很詳細地跟大家來分析 所以在有限的時間 我不可能向大家很詳細地去分析 就讓我給大家對這個人物簡單地介紹 就讓我跟大家很簡單地介紹這個人物 他叫斯蒂芬 他叫斯蒂芬 首先我認識斯蒂芬是一個server 是一個服務員 首先我認識這個斯蒂芬是一個server 即是一個服務員 請聽我讀第六章的第三節 請聽我讀第六章的第三節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寫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聲明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說到所有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 挑選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中文翻為管理的那個字 中文翻為管理的那個字 英文就是serve 英文就是serve 但是直接的意思就是服侍 或者是服務的意思 直接的意思就是服侍和服務的意思 當然在一般的教會的籤詞裡面 我們都叫侍奉 但是在我們一般的教會的籤詞裡面 我們就叫做侍奉 但是我也看不見了 從管理這個翻譯 但是我們都見到從管理這個翻譯 對於有些人 對於有些人 是在教會裡面做管理的 是在教會裡面做管理的 做領袖的 在會議當中做決定的 做會議當中做一些決定的 卻未必是一個服役的人 為何這個私底反會成為一個serve 一個服務員呢 為何使提反會成為一個serve 服務員呢 因為教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因為教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再看這個第一節 再看這個第一節 那時民族珍多有說 西里尼話當然是希臘話的意思 對 猶太人向西里尼發念言 因為在天天的攻擊上 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那時門徒珍多 有說西里尼話的猶太人 向西伯羅人發怨言 因為在天天的攻擊上 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你可以想像一張圖畫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幅圖畫 就用這個地方做好了 我們就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空間是不變的 人是越來越多 人就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說密度就越來越高 我可以估計遲早會出問題 我估計遲早會出事 現在我們覺得很開心 現在我們會覺得很高興 我可以撞撞那個手肘 我們可以撞他的手肘 因為我們是可以這樣做 我們是打招呼的方法 但是如果不是我們都擠在這個地方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撞到Francis 如果我們在這個很迫劫的地方 我們不是很故意去撞到Francis 遲早會出問題 遲早都會出事 在當時的教會 教會就忽略了一些有需要的人 在當時的教會 教會就忽略了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實不單是之前 其實不單是之前 今天我們也會忽略一些不同地方有需要的人 今天我們也會忽略了一些不同需要的人 教會也會聽到一些埋怨的聲音 埋怨教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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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愛情 沒愛心 不關心 沒關心 沒供應 沒供應 我幾十年聽到很多 我幾十年聽到很多 始終都對當 當然他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 使徒他們當然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問題 聽到這樣的投訴 聽到這樣的投訴 其實我想的時候我真是覺得那個摩西真是了不起 我講到的時候我覺得摩西真的很厲害 幾十年就聽那些埋怨 幾十年就聽那些人天天在那裏奔兵 但是那些使徒我覺得他們也真是也了不起 那些使徒也都真是很了不起 他們了解當時的那個問題 他們了解當時的那些問題 我相信是那個聖經理寫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經過禱告之後 他們在第六章第二節到第四節有這樣的回應 他們在第六章的第二到第四節有這樣的回應 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 管理飯食也是不可疑的 拿著跳到的世界 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他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 原事不合而的 跳到第四節 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全道為事 那以我自己的理解 衰落只不過是一些表面的問題 脫漏只不過是一些表面上的問題 實際的問題其實是我了解 是一個組織架構是跟不上人數的增長 實際的問題以我理解 組織架構是跟不上人數的增長 因此有問題了 使徒也明白到在組織架構上的重要 使徒也明白到組織架構上的重要性 所以使徒犯的出現 代表到使徒是願意放手讓其他人來侍奉 代表著使徒是願意放手讓其他人侍奉 但教會也願意讓一些非使徒有侍奉的機會 當然教會也是願意讓一些非使徒有侍奉的機會 也許不是故意是講究最快 或者牧師是故意地去講這句話 我記得以前在西亞圖釋放的時候 記得以前在西亞圖釋放的時候 我們教會當時有一個同工主要是做關懷的 我們教會有一個同工主要是做關懷的 有一次有一個老先生他就摔倒了 有一次有一個老先生他就跌漏 手掌就脫腳 所以當然我那個同工做關懷 他就馬上去探訪他了 當然我這個同工做關懷就立即去探訪各位老闆 沒想到過了很短的時間 就聽到有一些埋怨的聲音 想不到在很短的時間就聽到一些埋怨的聲音 說教會沒愛心沒不關心 說教會又不關心又沒有愛心 後來我才理解他的意思 後來才理解他的意思 因為我沒有去 因為我沒有去 原來其他人探訪不算的 原來其他人的探訪是不算的 我看到那個Janice知道我什麼意思了 我想Janice知道我什麼意思了 教會成熟一定要讓其他人有釋放的機會 教會需要成熟是需要有其他人去釋放 也接受有其他人 又不是只是那個牧師一個人在釋放 也要接受其他人不單是牧師一個人去釋放 就算是了也要了解牧師的時間 其實也是有限的 就算是也要理解牧師的時間其實有限 又想到以前更早之前在下午的一些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都想起以前在西亞圖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當時我不是牧師了 所以是在一個教會做信徒而已 當時我不是一個牧師 我只不過是一個教會裏做信託 當時的牧師跟我都受苦 其實是受苦了 當時的牧師是同學生的 因為我老太太又病了 有一位老太太又病了 就跟那個牧師說 就跟那個牧師說 牧師 牧師 其實我很明白你很忙的 其實我知道你很忙的 你不需要經常來看我 你不用經常來看我的 一個禮拜三次就差不多了 一個禮拜三次就差不多了 謝謝神 感謝神 我們有人願意出來侍奉 我很願意有人出來侍奉 感謝神 教會也很樂意接納一些其他人在侍奉 感謝神 教會也願意接納其他人的侍奉 司提反跟其他六個人就這樣出現 史提反跟其他六個人就這樣出現了 留意了 司提反跟其他六個人都擁有希臘的名字 我們留意了 司提反跟其他六個人都擁有希臘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這樣真是在成長 我覺得你教會真的在成長 用有希臘背景的人去釋奉 講希臘話的寡婦我覺得最適合 用有希臘背景的人去釋奉一些希臘話的寡婦 我也是最對 那教會不但成功解決了一個問題 教會不單止成功地去解決了一個問題 其實也在組織和架構上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其實在組織和架構上也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說 但我相信教會內部的問題 但我相信教會有些內部的問題 其實在暗示教會外整的時期其實已經成熟了 其實在暗示教會外整的時期已經成熟了 我的意思是說 往往就是因為我們內部有問題 我們就用一些處理內部的方法 我們也往往就是內部出現問題 用一些內部的方法 但是其實有些事情 內部的問題是反映到 因為有些問題在外面沒有處理出來的 也往往其實內部問題 因為外面的問題沒有解決 可以產生出來的 但是我相信當時的教會還沒看見這個事實 但我相信當時的教會還沒見到這一樣的問題 這好像那個頭痛衣頭腳痛衣腳一樣 就像頭痛衣頭腳痛衣腳一樣 那各位教師們 各位弟兄姐妹 問題的浮現 問題的浮現 是要讓教會的領袖知道要改變 雖然是內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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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代表內部的改變能足夠解決問題 但不代表內部的改變可以足夠解決問題 這就是我第一個認識到的 施提反的就是一個服務員 就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施提反的服務員 施提反雖然是 他就是忙於服侍那些講希臘話的寡婦 每天處理他們的那個聖食 每天處理他們的飲食 我不管他是親力親為 我不管他是親力親為 或者是做行政管理 還是做行政管理 我認識的施提反 我認識的施提反 不單是一個servant 他也是一個witness 也就是一個見證人 他不單是一個servant 他還是一個witness 一個見證人 今天我讀第六章第八節到第十節 請聽我讀第六章第八到第十節 施提反滿有恩惠能力 在民間使了大瓷士的神奇 施提反是以智慧和聖明說話 施提反滿有恩惠能力 在民間行了大瓷士和神奇 跟著施提反 而是以智慧和聖明說話 那我再說了 施提反不是一個使徒 就一次說了 施提反他不是一個使徒 他其實也不是那個原來領受使命為主 作見證的一百二十個人 他也都不是原本那些領受使命為主 作見證一百二十個人裏面的其中一個 但是他明白到 但是他明白到 為主作見證也是他的使命 他明白到這個為主作見證也是他的使命 我想到我在大學的時候一些的情景 亦都聯想起我在大學的時候的情景 在那個大開始我就要辦公讀 在大學的時候我就要辦公讀 我想不解釋為什麼要辦公讀了 我這裡就不解釋為什麼我需要去辦公讀了 那時候我在一間天主教的醫院打工 那時候我在一間天主教的醫院打工 大家都知道我做什麼工作的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做什麼工作的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做什麼工作的 抽血 做抽血 做我這個工作維持了三年 這個工作我就做了三年 在我的那個部門 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一個化驗師 在我們的部門 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一個化驗師 這個弟兄 這個好弟兄 是一位很好的弟兄 他都在每一個小休的時候 他在每一個小休的時候 另外也在他的午餐的時候 也就是他自己的時間 也都用他自己的時間 去病房來向病人傳福音 去病房為病人傳福音 後來他被人家投訴 但是他竟然被人家投訴 你知道誰在投訴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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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的煙幕 那個chapelan 叫醫院的chapelan 就投訴他 醫院的一個怨目去投訴他 我也有很多人投訴他 我都可以了解得及 是一個醫院的那個怨目 來投訴他 我覺得有點奇怪 有其他東西投訴 我都會很明白 但是竟然是醫院的怨目的投訴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之後我們化驗室的主管 就把他停職停薪 後來化驗室的主管 就將他停職停薪 兩個禮拜 停了兩個禮拜 以作懲戒 以作這個懲罰 我問問大家 你覺得這位化驗室 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嗎 是對嗎 你認為這位化驗室他做的對不對 這次我應該在工作天來傳福音呢 應不應該在工作天傳福音呢 給大家慢慢思想一下 給大家慢慢去想想 那可能我自己也未必可以接受他在上班的時間來傳福音 但是我不能不欣賞他的勇氣和他的熱心 也正是因為他的表現 驅使我重新思想 驅使我去重新思想 什麼是我的政治 什麼才是我的政績 什麼是我主要做的事情 什麼才是我主要做的事情 他最少看他是一個門徒 至少看他是一個門徒 真是那麼巧他也是一個化驗室而已 只不過這麼巧他是一個化驗室而已 所以他看他的正職是一個門徒 所以他的正職是一個門徒 他看自己是一個為主要做見證的人 他看自己是一個為主要做見證的人 斯蒂芬我很敢接受 斯蒂芬我很感謝神 這是我對他的第二個認識 這是我對他的第二個認識 他是一個見證人 他是一個見證人 我對斯蒂芬還有第三個對他的認識 我對斯蒂芬還有一個第三個認識 他是一個defender 也是一個辯護者 他是一個defender 即是一個辯護人 那我想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 一直猜測 有見證都有反對的聲音 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過多個猜測 一有見證就會有反對的聲音 有見證人也會有反對的人 有見證人也會有反對的人 那也許是受到當時的希臘文化的影響 或者是受到當時的希臘文化的影響 有些人就以斯蒂芬來辯論 有些人就跟斯蒂芬來辯論 都不是他的對手 但都不是他的對手 斯蒂芬是一個大門的護盜者 因為斯蒂芬是一個大門的護盜者 他招致了別人的那個激恨 他招致了其他一些人的激恨 收買人對他那個誹謗 收買人對他做這個誹謗 像他抹黑 終於他被捉拿 最後他被人捉了 面對審判 面對審判 那路加在第六章十五節 對那個被審判中的斯蒂芬有這樣的一個描述 路加在第六章的十五節 對這個被審判的這個試題版有這樣的一個描述 他說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見 意思通通都可以看得見 他說在公會裡面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 就是說那些人都是看得見他 請看這個張斯蒂芬 他說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他說見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那樣的面貌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見過天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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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有沒有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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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是給你怎麼樣印象的 天使給大家是什麼印象呢 有一個黑樓的一個黃圈 我自己沒見過天使 我自己也沒見過天使 但是我可以估計到路加的意思 但是我可以估計到路加的意思 一定是沒有刺牢 一定是沒有刺牢 但是我看到那個斯蒂芬是面帶榮光的 但是我們見到這個試題版是一個面帶榮光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一些圖畫 我們再一次見到一些圖畫 描述一些聖人的時候 描述一些聖人的時候 他都是那個臉都發光的 他那個頭好像有一個光圈的 他頭好像有一個光圈的 我不曉得他有光圈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面帶榮光的 我不知道他頭頂有沒有這個光圈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面帶榮光的 但是我就問為什麼會有一個人可以面帶榮光的 但是我問為什麼一個人可以面帶榮光的呢 我再次想到之後 我都是從摩西裡面不可以找到的答案 在想著 自從我們在這個摩西裡面找到答案 摩西每一次他上到山根的神見面的時候 摩西每一次上山和神見面的時候 他都因為反映到那個神的榮光緣故 他自己也放光的 要反映到這個神的榮光的緣故 他自己也會面帶榮光 所以我也猜想到這個 如果是師提法像天使一樣 所以我也猜想到 試提法像天使一樣 是他面帶榮光的 所以他面帶榮光的 我相信他一定是可以反映到 主耶穌的榮美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反映到 這個主耶穌的榮美 我很羨慕那個師提法 我很羨慕這個師提法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我自己也可以有在那個表現 人家說我表現好像天使一樣 我也有這個機會 可以看到我自己好像天使一樣 雖然我的確已經有一個光圈了 我現在的確的都有一個光圈了 但是我希望 不單是我的頭 而且我的臉 而且我整個人都會發現到 我們主耶穌的美善 我也希望不只是我的頭 而我整個身體 整個人 都可以反映到主耶穌的榮美 當然很多人就對師提法 有很多的攻擊 很多的陪伴 當然有很多人對師提法 有很多的攻擊和陪伴 終於師提法有機會 為自己來辯護 終於師提法有這個機會 為自己去辯護 我看到他那個辯護很長 真的很長 我看到他這個辯護真的很長 但是我當我一次 用一次讀他的辯詞的時候 但我一次又一次讀他的辯詞的時候 給我有另一種印象 給我有另一種印象 我不太清楚他是一個defender 一個辯護的人 還是一個prosecutor 一個檢控官 在他的講話當中 其實老實說我沒有看到一句他為自己來辯護的 至少我沒有看到他 他是為自己去辯護的 就算有也是很少很少這樣做 就算有也是很少很少 反而他在歷史的例子當中 他指控以色列人拒絕甚至殺害神的使者 原來那些人以為自己是原告 原來那些人以為自己是原告 原來那些人以為自己是审判官的 突然他們都成為被告 突然他們竟然成為被告 所以在第七章的五十四節 所以在第七章的五十四節 他們眾人聽見這句話 就聖腦怒向司律法咬牙切齒 他說眾人聽見這句話 就極其魯魯向司律法咬牙切齒 這個用語跟之前很相似 這個跟之前很相似 之前就說他們極其魯魯 甚至要把他殺了 之前就說到他們極其魯魯送 這次就咬牙切齒 對不起大家口罩 不能提到看什麼叫咬牙切齒 但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次就是咬牙切齒 人好像戴著口罩 展示不到給大家看 大家都猜到 但是為了分別 上次是有人為他 為使徒來解困 但不同的是上一次有人 去為使徒去解困 但是在那一天 沒有一個加馬列在場 沒有了這個加馬列在場 也沒有其他人為斯蒂帆來講話 也都沒有人為使徒去講話 最後 我認識的斯蒂帆 我認識的士蒂帆 是一個mother 就是聖導者 就是這個殉導者 請聽我讀第七章 55到60節 請聽我讀第七章55到60節 但斯蒂帆被聖靈充滿 定睛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但是提反被聖靈充滿 定睛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那一般情情 一般的情況 耶穌都是坐在神的右邊的 耶穌都是坐在神的右邊的 唯獨這一節 唯獨這一節 在那一天 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這個分別耶穌的意思 這個分別有什麼意思 你看到耶穌起來就是要迎接斯蒂帆到他那邊去 有沒有見到耶穌就是起身去迎接斯蒂帆去那邊 斯蒂帆也看見了 斯蒂帆也都見到了 所以他說 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所以他說 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繼續在57到58節 眾人大聲喊叫 眾人大聲喊叫 扶著耳朵 齊心用上前來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 齊心湧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 然後59到60節 然後59到60節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 斯蒂帆呼喊呼籲主說 你覺得士蒂帆會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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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家在這個要把你用石頭打死的時候 你做一個怎麼樣的禱告呢 如果人家用石頭扔死你的時候 你會做些什麼討告呢 也許我會說 也許我會主啊救我 也許我說主啊救我 或者我會說主啊救我 或者我說他們所做在我身上的事 請你做加倍的給他們 或者跟主說他們做在我身上的事 就加倍給他們 難道你不會嗎 難道你們不會嗎 但是斯蒂帆只能說 求主耶穌接受我的靈魂 然後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然後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看到這一句的時候 看到這一句的時候 真是覺得很羞愧 真的覺得很羞愧 只能在此情此景 他只能還可以為一些人來禱告 想不到在此時此景 他竟然會為這些人去討告 然後說了這句話 就睡了 就睡了 當然我們知道的意思不是睡了 就是睡了 就是死的意思 當然他的意思就不是真的睡了 是死了的意思 斯蒂帆成為教會歷史當中 第一個行導者 斯蒂帆成為教會歷史上 第一個的殉導者 殉導者的英文 殉導者的英文 是mother 是mother 剛剛已經用過一次了 剛才用過一次了 這個字其實源自希臘文 這個字是源自於希臘文 其實mother 在希臘文就是見證 或者是見證人的意思 在希臘文就是見證 和見證人的意思 那我不是要嚇大家 我不是要嚇大家 見證主 其實你就有可能受到這樣的低態 其實你就有可能會受到迫害 見證主 你這可能有相似的下場 你們就可能會有些相似的下場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願意嗎 你願不願意 那我再一次歸納我對斯蒂帆的認識 再一次歸納我對斯蒂帆的認識 第一 我認識他是一個服務員 第一 他是一個服務員 我認識的斯蒂帆是一個見證人 我認識的斯蒂帆是一個見證人 我認識的斯蒂帆是一個刑證人 他就是一個辯護人 我認識的斯蒂帆是一個刑證人 但是我也認識斯蒂帆是一個孫道人 我認識的斯蒂帆是一個孫道人 那麼斯蒂帆的孫道人帶來什麼結果呢 那斯蒂帆的孫道帶來什麼結果呢 暫時不講 暫時不講 兩個禮拜之後我跟大家來交代 兩個禮拜之後,我會和大家去交談,但是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還是期待,我們不單是一群的信徒,而是一群的門徒,甚至我們是使人成為主的門徒的門徒,甚至是我們可以令人成為門徒的門徒。 雖然我們的名字不一定是屍體犯,雖然我們的名字未必是屍體犯,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做主的服務員為人徒, 雖然仍然可以為主侍奉,我們仍然可以做主的見證人,我們仍然可以做主的貴盜者,甚至若人是神的選擇,成為祂的行導者。 或者是,如果是神的選擇的話,我們是一個順道者。 是的,開始的時候我說,追篇道應該對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是的,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會說,這個道對所有人來說,不是一個很有吸引力。 是的,我相信,我接受的。 相信是的,我們都接受的。 所以對很多的信徒追篇道應該不受歡迎的。 所以對很多的信徒來說,這篇道是不受歡迎的。 尤其我們現在都比較喜歡聽一些比較軟的道。 尤其我們現在比較喜歡聽一些遠一點的道。 我們喜歡講一些關心愛心的道。 我們喜歡聽到一些關於愛心的道。 我不是說關心不重要,我不是說愛心不重要。 第一,我不是說關心和愛心不重要。 但是卻是如果我們把所有精神力量都放在那邊,卻失去了主給我們的使命。 但是我們如果將所有東西都放在信心愛心,卻忘記了主給我們的一些使命。 卻失去了我們應有的責任感。 卻失去了我們應有的責任感。 卻不再為主作供。 卻不再為主作供。 甚至不再願意為主受苦。 甚至不再願意為主受苦。 我還是選擇繼續講一些不受歡迎的道。 我們都繼續去選擇講一些不受歡迎的道。 請求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裏面動功。 求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裏面去動功。 當然。 明白。 明白。